您诸位好啊 清朝公主的声音你听过吗 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段保存下来的清朝公主演讲的视频 拍摄于1930年的美国福克斯电视台 画面中手持鲜花脚踩花盆底的鞋 穿着华丽服饰的清朝女子就是德林公主 她因通晓外文和西方礼仪而被慈禧生前重用 这段珍贵影像是44岁的德裕公主去到美国后 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画面 接下来让我们听一下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留有声音的公主原画质视频 德林公主在1944年的美国加州伯克利的西尔顿酒店前 被一辆飞驰而过的货车撞到当场不致身亡 她因为抗荤脂逐出皇宫 后来远嫁洋人却又遭背叛 58岁惨死在异国街头 一生可谓是凄凉而又悲惨